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周四结果揭晓 18大新领导班子将出现 那么由于18大既有三代同堂的新老交错 与不同派系的利益之争 再加上薄熙来案对中共政坛的重大冲击 因此中共18大人士安排 外界推估仍然充满变数 中共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周三将闭幕 最令外界关注的当然是中共的新人士安排 按照惯例 中共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 因此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的人选 对于新人士布局更显重要 周三下午 中共18大主席团通过18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候补委员以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事实上从前一天下午开始 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全体会议 就对中央委员中纪委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预选 首先是选中央委员 然后再提交一个政治局的一个候选人的名单 这个候选人的名单还是由就是18大的主席团的常委来提出来 事实上还是比胡锦涛习近平以他两个的意见为主导 先前有媒体透露 中共18大中央委员的预备名单有230多人 预选差额比例将不低于10% 政治局常委除了习近平 李克强两位之外 其他五个席位也都持行差额选举 由7到8个人竞争 他这个参加选举意义不大 因为最后还得最高领导从他们拿出名单来 而且他们这个名单拿起来的时候 谁排在前边 谁排在后边 这里边的学问也很大 他们要选谁的话靠下边的人很难来改变 刘英全指出 18大前江泽民 李鹏 曾庆红这些中共元老拼命露脸 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 为死保他们的人 因此当候选人名单出入的时候 已经是各派博弈的一个结果了 据传中共新任政治局常委可能有9人减至7人 不入常的可能是掌管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委 及政法委书记 根据18大议程 日前提交给各代表团预选的候选建议名单 会在周三形成最终名单提交大会主席团 并在明天闭幕前确定在对外公布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